嘩 厲害厲害厲害 我們的美女指數不斷上線 因為上了上線 今天星期三開始 新環節嗎? 新環節 我們有美女Coku 平時她有麥克風多 今星期我們開始有娛樂環節 為什麼會有娛樂環節出現 玩不到遊戲 是不是星期三、五都是嗎? 每一天都會有一個娛樂環節 星期一至五都有嗎? 因為覺得大家都喜歡聽娛樂的東西 她不喜歡我們玩遊戲 也不是的 不關你的事 什麼都試一下 零波車 你是零波車的? 我是零波車 是形容你的 什麼話? 零波車 我對這些人形容你的靈性 你聽不到她自己嗎? 你聽不到她自己嗎? 她是沒有波車 說這些話 我聽不到 如果是這樣的話 肥康的大波車 肥康大波車 肥康大波車 我們不是說娛樂 說這些話 好 今天沒罪了 Ku今天第一節帶我們去直播室 分享娛樂消息 今天想說一宗成龍的女兒 近來掀起一個很大的話題 她的女兒之前離家出走 搞到一窩粥 近來有最新的消息 說她和她三十歲的外籍女友Andy 前幾天在YouTube求助 說因為她雙親恐懼同性戀 令她們求助無門 恐童症嗎? 對 恐童症 令她們有創傷後遺症 覺得沒有人幫她 自己拍了一段影片 放上YouTube 向網友求助自己現在沒有東西吃 沒有人理她 去食物銀行也拿不到東西吃 加上她全程講英文 而且她第一句說我是成龍的女兒 引起很多國際主流傳媒的注意 炒熱了她的話題 有很多網友都在說不如她自食其力 覺得她借成龍的名氣去炒作 其實是想拿錢 知道Michael也是一個爸爸 你覺得有什麼看法對於這件事 她的女兒多大 即是年齡 十八雙 你以為我會想什麼 你這樣說 你什麼意思 我看到她剛才在去的位置 你看她的樣子 你問我哪樣我都不回答你 其實她這樣想Bed是對的 你解釋一下 我解釋是不是對的 Bed經常的路是one way only 因為坐阿通的位置就是想這些 Bed經常都想這些 我要解釋一下 她年紀多大 十八歲 剛剛十八歲 她的男朋友叫Andy 她是女朋友 Andy是女生 30歲是女生 正如是快play 重此 theres魚儿的消息 她不太理會 我也想不是cck 所以我 不明白為何要 說娛樂 其實我作為爸爸 我當作 NV送朋友 我實在有好痛心 但是由這件事 一直去退 討講多一點 為何父母 一直以來好像不理行 說得很是幽呆的 理不得那麼多 其實 若大家還記得 成龍開了一個招待會 說過了什麼的話 我做了一件什麼? 一般男人都會做的錯事 全天下男人 全天下男人? 他說很多男人在全天下 他賴你 他不是全天下 為什麼賴我? 他做了一件很多男人都會做的錯事 那於是什麼? 這是錯事 這個女兒是一個錯事 這個人是一個錯誤 我會不會站在自己的錯誤上? 我會不會和她有什麼關係 我一站過去大家都會覺得 你明白嗎? 我當然有這麼遠站這麼遠 我當然站遠一點就當不是我的 所以從來他的態度很離譜 很不理會 但卓林一直以來好像沒有所謂 跟著他媽媽去上海住 他住在我旁邊 他曾經住在我旁邊 吳以利和他的女兒曾經住在我旁邊 有沒有朋友拿過家裡餅給他吃的? 沒有啊 就是拉著窗簾 現在不是在那裡 現在不是在那裡 小時候叫小龍女 小龍女都很可愛 但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星二代的聖取樣都會變成了 是嗎?是誰? 你吧 我不是星二代第一 我聖取樣是非常普通人 我現在下一代是星二代 沒有可能 我也沒有可能有星二代 你沒有過嗎? 一定不差 免得被人捏著頸 不是捏著頸 你要看些東西 共產多洋 當然 但現在這件事 突然放回一把 他一直都不看他爸 為何今次看他爸 還有這件事 很多人都不看好 當他的群組 本來是一個網紅 好像是教書 很多東西 我又不太明白了 其實一直以來 他的生活都好像是OKK 網紅不是應該找到錢嗎 現在說他的網紅 對 女朋友是網紅 很發達 就算不像是教書 再不是 當你什麼都沒做過 你一個二十多三十歲 他的網紅都整 三十歲 剛剛是Andy 你為什麼要去食物銀行呢 如果給我 我給你更加 deserve 我幾十歲 我值得比你更多 那麼年輕 為什麼要去食物銀行 說到自己好像 一個無手無腳的人 坐在那裡等人救濟 其實我是很不明白的 整件事 我自己有不同的看法 我就在小龍女的角度想 她一直都成長 在她負任的影響之下 其實對她成長的影響很大 她不會像我們 平凡人 那樣 見公會請你 人家會覺得 你成龍的女兒 你走來見公 那些明星如果做到 很多明星做了 沒得做明星 那些就欺負 譬如那時候 鄭艷麗那些 就在麥當 被人拍照 她以前很厲害 現在要賣包 那些很慘 那些很慘 人家都是踏踏實實 找份工作做 人家都是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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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忠靈就是做看耕 你有沒有看 就是有 李忠靈就是做看耕 人家拍斷你那時候幾好 他做保安 做保安 所以不是偽俊傑在西貢自己做 泰菜 那不是 他自己開 他自己開 人家的看法不同了 但是他自己開 轉行轉到飲食 但現在問題是 他只是一個18歲的少女 那怎樣 他不會有其他 譬如你說的前輩 有那麼多個人 經常會頂得住你 每一次有什麼事 初頭做的時候是困難的 他是一個18歲的少女 你覺得自己是成龍的女 所以不好意思出去見工 對 他有沒有試過 對 他都讀完大學 我看新聞就說 他以前有一份 幕後工作 一萬多元 養了他的女朋友 其實我有個想法 你有沒有見過鄭忠基 他是怎樣做這行 因為鄭東漢 保利甘的高層 你有沒有見過謝霆峰怎樣做這行 因為有謝賢 他老爸是謝賢 既然你老爸是成龍 為何不去拍戲 像房祖明一樣 你就會拍戲 房祖明現在也不是在拍戲 他曾經拍過戲 他曾經拍過戲 有拍戲 早熟 早熟 他有拍戲 他喜歡走這行 不止一出店拍過很多出戲 是嗎 做這行 阿Ben怎樣看 你也是一個電影人 傳媒人 我覺得我想玩遊戲多一點 我不會 我的看法是 我想玩遊戲多一點 聽娛樂我不聽自己說 肥康不是有意見的 在哪裡 剛才看到肥康 突然一閃閃 我明明記得肥康都會一起說 肥康是重點人物 我不會說娛樂 肥康最好是娛樂人 我什麼都會說 你叫我講佛學 我都會 你叫我講佛學 我又不會 我想聽你說佛學 徒題本無數 行了 明鏡 明鏡亦非台 肥康來吧 你來吧 剛才那件事 小龍女 其實我覺得 不要再質疑她 對呀 我不是評論什麼 而是 其實所有的報道 或者剛才說的 都是偏向 為什麼她不做事 為什麼不做事 其實我經常都覺得她已經很慘 不如不要說 所以說第二件 那有誰不慘 講些不慘 聽聽聽 有啊 剛剛說了幾件事 是不慘的 是嗎 我看到今天公司說要說娛樂料 我可以看一下 我看到第一件事 我看到第一件事很慘 就是翁靜靜撞車撞到頸 然後以後她說不再搞佛門警訊 那樣事情 為什麼撞了頸庸 不搞佛門 因為太過操勞 而且她真的痛 她要休養 因為她去搞佛門的事 她都幾多酒笛 周居勞頓 都是上一刻要休養一下 想把棒交給一個賢人 看看有沒有人可以繼續去做這件事 不是 你剛才說說佛都可以 你應該來 所以我就說這件事 我剛剛說完 娛樂料最好說的是什麼 就是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只說到表面 我知道我講裡面 大哥 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只說表面 還有沒有其他娛樂料 有的 最近5月天來香港開演唱 好像聽說每年5月份都會來香港開演唱 所以她叫5月天 因為5月之約 和香港的歌迷 最近最新是她第一次會在迪士尼開露天的表演 知不知道為什麼她會在迪士尼開 本來是在紅館 因為要做出準備 知不知道 這件事我有點秘密 本來在5月天是在紅館開的 我只知道迪士尼就想找人去開場很久 因為你要找一個響的 你才可以響到迪士尼 大哥她沒有理由隨便 那她最終就不知道是否跟人爭 然後爭到5月天回來 但一定跟紅館的旗有關係 她5月天其實一早已經預訂了紅館的旗 其實如果想在紅館開 是可以在紅館開的 但她最後是沒有在紅館開 而去了迪士尼的停車 我知道 重籌 為什麼 重籌 我知道 我知道 海洋公園 他會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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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真的問他 你今晚上去吃什麼 紅色跑車 那些人來的 他會那些人來的 聽起來 海洋公園不是在弄飲啤酒和歌星進去唱歌嗎 夜晚 那個不同 那個人設定好了 之前我也是看八卦新聞 你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迪士尼都要搞一個抗衡 那為什麼5月天一定要在這裡不在紅館 你這個問題 就是有錢 那就是我說重籌 他賺了幾十萬 他之前已經在這裡賺了5月天的 他已經賺了5月天已經在紅館 為什麼他一定要去迪士尼的停車場 原來是這樣 這次的演唱會是五月天世界巡迴演唱會 在巡迴世界的時候 他的佈景和設計是很宏偉的 在全世界巡迴的時候 紅館不夠大去設定他的景 他不是當了才給錢嗎 他一早在巡迴演唱會的時候 是他一直在巡迴演唱會 縮小就破壞了整個景氣勢 所以寧願虧虧幾十萬 都要去迪士尼樂園 因為露天沒有限制 但做露天有件事很嚴重 下天 行雷 下雨 噴噴聲就很嚴重 這是室內不用怕的事 但戶外經常會面對這件事 那是黎明那次不是 不過黎明那次沒關係 那次不是天理時 那次是保安那些 那些手續還沒搞 消防條例 那些報料說無法消防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譬如迪士尼這個場地這麼大 好像容納可以幾萬人 那廁所這個 迪士尼很大嗎 那些洞在室內的一格一格的那些 一邊聽著他演唱一邊就聞到 你試試看 你試試看 像骨牌一樣推倒頭一格 很可怕 很可怕 亦都引伸到另外一個 剛才Coco share的新聞 就是謝霆鋒開演唱會 想在大球上 正在大球上 但應該說多數不是 其實就引伸到 他不批有什麼原因 有很多吵 有很多吵 其實那次已經是九萬多年前 小小的演唱會 但是說到現在 但是說真的 你七攬不吵 什麼 你說什麼 你說髒話 七攬不吵 什麼攬才吵 我怎麼知道 你這個死七攬 我七攬你全家 你這個人是正七攬 七七七攬你全家 你這個死七攬 這個是粗口新境界 算了 他帶到粗口去另一個境界 我們不七攬很吵 我們不七攬講娛樂 我們不七攬 都不知道說什麼 現在 你繼續說吧 你引起這些事 你引起 對啦 粗口新境界 我真的不知道七攬吵不吵 吵不吵 七攬這樣吵 當然吵 平常我沒有看過七攬 你沒有看過七攬 例如香港的甲組 只有幾千或一萬人 其實已經吵得爆 你和七攬是由早到晚上的 七人攬球 你可以說七攬 沒問題 你心要正就行了 你心靜的邪氣 就侵擾不到你 是不是 我一向都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 你現在嘗試我 你現在嘗試放在我一個淫鬥裡面 好想去你為止 但是我一向動心 我一向盤身而在冥嘗 金魚子水 到時你再問我 蓮花金剛上司 是啊 師技之血 飛機飛機飛機 阿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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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就是講回場地問題 其實一直有這個問題 就是 其實大球場一向都沒有人租 但是你又不讓人去搞一些功能呢 不是啊 現在阿庭峰想租都不給租 就是了 就是不給了 就是不給了 我又講的了 他的點是為什麼不租 他經常沒有人租 又不租給人 就是吵 你想怎樣呢 因為我告訴你 很久很久遠古 遠古的娛樂 我懂得說 校長開過一次大球場的表演 小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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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知道圍著大球場 你有沒有看 我有看 真的很小聲 我沒有看 我以前在紅館 我看過校長演唱會 看演唱會 你沒有那些 沒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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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需要知道圍著大球場的 都是豪宅來的 都是有錢人來的 你吵著他 大哥說他那些 全部落地玻璃開著 然後外面大露台 他未必喜歡聽譚明倫 是啊 他就覺得你吵著 他不認識譚明倫是誰 圍著大球場那些 跑馬地再上渣瘋 都哭了 是啊 所以他經歷過這次這樣的投訴事件 大小小聲 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 庭峰說得明是Rock的 所以他們一定會 可以開日頭演唱會 日頭就不要吵 日頭也怕你吵著人 日頭打仗也可以 日頭沒所謂 香港的草飲管制 這個不關娛樂節 香港的草飲管制 就跟分貝扯上關係 就跟時間扯上關係 那些人就會捉這些位 分貝如果大過多少 九十幾 你不知道多少 就什麼 所以搞到基金 現在基金不是在大球場 現在多數是香港仔 這幾年都是香港仔 去了香港仔很久了 不過大球場以前很多演唱會 我們以前港台都開過很多 不同的演唱會都開過 現在浪費了 什麼勁兵春天飛 那時候港台沒有草音問題嗎 也有的 也有的 有的 一人報警 警察來到 誰 那隨便 監製給身份證 抄完之後 可以了 那就走了 我收拾了 OK 那就算了 隔兩個 一個鐘頭再進來 又吵了 到你到你到你 就好像家裡打牌 家裡打牌一屆輪寫投訴 上到來 警察說你幾句 可以了 小聲一點 你會扭著 過一輪又來過 但他現在就不租給謝蓮峰 說多數不行 即是未確認 他入了大頭場子 好像說沒有入子 我看新聞說多數不行 就不入了 其實霆峰可以去迪迪尼開場 如果這樣的話 五月天 然後就在迪四 現在霆峰不開場 就是因為找不到場地問題 香港真的沒有什麼場地 如果你是露天的話 真的沒有什麼場地 如果不騷擾到人的情況之下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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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個故事很厲害 是 阿快B寫的 我寫個古裝劇 古人來的 今天大家留意一下 穿古裝 好像梁正英那樣 穿華服出場的 星期五我們都說的 可不可以轉一轉的時間 我們1點鐘做劇 可以 1點半鐘之後說 因為這樣我可以退席 是不是 你是不是有同樣的 我差別 我們兩個可以不在這裡 不是 阿家婆和家嫂說 其實家婆和家嫂 加上阿通 其實阿通都可以 阿通說娛樂 因為我自問不才 阿通是舉腳贊成 上了上線說娛樂的 加上阿通三個 好